哇,在私人泳池蓝蓝的躺着 一眼望去就是无边无际的海 真是享受,真是美丽啊 大海就是一片蓝,蓝得发亮 可是,如果眼前这个画面换成这个呢? 而我,依然还在我这个私人泳池 哇,这是什么体验 大家好,我是Elly,今天带你来看楼 对了,我们就是把这个私人泳池从海边搬到来吉隆坡市中心了 在我身后的这栋楼呢,就是吉隆坡帝国套房 Inbrio Lexus,在2024年建好 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Jalan Gaping 它就是在KLCC还有Buket Bintang的中间 200米步行可以来到Conlay MRT站 往右边走300米可以来到Pavilion Buket Bintang百威年商业广场 往左边走250米可以来到KLCC Park双风塔公园 800米到KLCC双风塔 250米到KLCC会展中心 再来从这里步行600米也可以来到Prince Quad Medical Center 吉隆坡著名的私人医院 总的来说这边就是属于高档住宅区 而且周边的生活设施都完善 那如果是属于外国的朋友来到这里想要短住又或者是长住 又或者是纯粹想要做投资的外国朋友或者是本地的投资客 今天的这个项目的地点呢就肯定非常的适合大家了 而更重要的东西是 在这个项目我们的开发商有提供这个15年的投资计划 就是15年的株林计划 那前五年我们是有保证租金的 就是保证6%的租金回报 就是不管有没有人住在里面呢 总之作为业主 前五年6%的租金回报是保证有的 那么其余的10年 就是以Profit Sharing 也就是说净利共享的计划 那在这里呢 业主是拿回75%的净利 而开发商还有营业者呢 就拿回25%的净利 这种投资计划呢对于业主来说其实是最方便的 因为呢业主其实他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就是每一个月去检查他的账户口 就是有钱收进来就对了 nice 那么所有的其他事项呢就交由营业者还有开发商 那这包括了寻找租客进来 还有每一天的这个清理 那么还有就是客服方面 每个月支付业主这个租金 还有就是支付管理费啊保险金啊等等的这些事项呢 全部业主呢是不需要去烦恼的 所以业主方面呢 这种投资计划真的太太太方便了 除了每个月可以赚取这个租金之外 我们还可以等待就是15年过后 这一个产业它肯定就是增值的 那么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开发商它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可以起这么漂亮的项目 然后呢又可以offer给我们的业主 那么漂亮的投资计划 KEOP Metro 吉隆坡都市集团 这个Grand Lexus Portixen 还有Lexus Hibiscus 还有Lexus Penang 都是它的 而尤其是呢 这一个大红花 曾经入围各大奖项 就是马来西亚最著名的 带有私人泳池的酒店之一 平均每晚租金都在马币800以上 之前也是以这种投资计划出售 一直以来业主都准时的收到租金 也就是说发展上有良好的租金支付记录 让投资者们可以放心 在这里呢 我们就仔细看一下我们的项目结构 总共楼高53层 我们有地底停车场 那么在G楼就是底楼 我们这里有这个中华料理厅 还有咖啡厅 然后呢 1楼到7楼就是停车场 8楼到12楼 会议室宴会厅 13到35楼是带有私人泳池的泳池套房 总共272套 36楼到49楼是164套的豪华套房 51楼到53楼有空中酒吧 高级餐厅 空中观景台 健身室 蒸汽浴室 空中泳池 而朝向方面东南西北朝向都有 景观大家可以选双峰塔 TRX金融中心 吉隆波塔 还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好了我们终于看完这个项目介绍 环境介绍 我们现在来看看示范单位啦 这四个示范单位呢 我们是豪华泳池套房 这个单位我们是827方尺 也就是说77平米左右 对了我们一进来这里呢 就立刻感觉到了豪华酒店的气息 然后呢 就是有个好消息 我先让跟大家说了 就是我们等一下看到了这一个家具啊 装饰等等的 都是有包括在单位里面的 就是免费进装修 还有再加上免费每年10天过来住的 那好了我们进来这里呢 首先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摆放我们的行李 对吧在这里 好然后呢就是换更换衣物啊等等的这一个小房 那再进来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小小的角落 还有中间的这一个客厅的位置啦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一个小小的pantry位置 就是做一些小咖啡啊还是什么 诶我看一下这个是冰厨 诶不是冰厨 错了错了 那这一边呢还有一些储藏空间在这里的 那么穿过了这个客厅的位置呢 我们就来到前方的这一个我刚刚就是欣赏KLCC景观的这个阳台啦 哇 OK 游泳啦 好啦这个就是我们的私人泳池 幻想一下呢在城市市中心里面 我们可以躺在这里 OK震泡在这个泳池 然后欣赏的就是吉隆坡城市风景 是不是跟海边的那个刚刚情景不一样呢 可是呢 它绝对绝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卖点 因为在我们吉隆坡市中心呢 暂时来说 这个是第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这一个泳池酒店 然后这一个位置呢也是蛮舒适的 就可以呢一家人来旅行的话 就父母在这里啊 然后孩子就在水里面游玩这样子 好啦 享受了这个私人泳池过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房间 就从这个为止进来啦 对了它就是分隔两边这样子的 就是客厅空间 然后这边是卧室 对然后中间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豪华浴室 好啦进来我们的卧室看看 OK在我们的卧室这个空间 非常的大 因为呢我们有两张大床在这里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家人来旅行的话呢 这一边父母孩子都可以 就是一起舒舒服服的 睡在这里啦 基本上我们看它的这个装饰 还有就是所有给的这些材料 根本呢就是这个五星级酒店的标配 那么再过来这里呢 这一边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豪华浴室了 为什么我说豪华呢 大家可以看见哦 就是大理石的墙砖还有地板 就是摸上去都是冰冰凉凉的 就是很高贵的那个感觉啦 然后呢可以看见哦 这个洗手间的位置 然后再来这边就是占浴室 哇OK 这个Range shower 刚刚那个泳池套房呢它就是投资作用的 那如果说喜欢这个地点这个项目的话 想要自己住的话呢 那这个单位呢就可以用作自住的 这个单位呢我们是848方尺78平米 OK那么首先一进来呢 就是这个非常传统式的这个用餐地方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厨房 就是这个L-shape的厨房厨柜呢 就围着我们的餐桌这样子啦 然后再加上呢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厨柜呢都把它打开了 因为呢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厨柜还有这些家店呢都是包括在这个单位里面 就是免费的 所以所有的这些那就非常方便在外国的朋友啦 因为呢在这里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做好了 就是拎包入住了 而这个厨房壁柜呢就是有臭油烟机啊 还有电磁炉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呢大家也是可以做一点点的这个煮炒 好了那过来这一边这一边呢就是这个卫生间也是这个第二间房的浴室 对了这个单位呢是有两个房间的 而这个浴室呢就非常的豪华 就是配于这一个黑色的大理石墙砖 那过来这里呢就是第二间房间咯 OK那么在这个的房间睡觉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去这个浴室了 然后呢空间方面来说也是非常的宽 而这个衣橱啊床啊等等的东西都是包括在单位里面的 那么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的客厅位置啦 然后呢这个就是落地玻璃窗户 同样你可以就是欣赏外面的风景 那就不是游泳池啦 OK因为这个是自己住的嘛对吧 所以就可以看见外面的景观 那么在这一边呢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啦 好的主人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宽敞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空间位置哦 OK这是Kingsize这个大床 然后前面这一边呢这个电视柜TV cabinet 对了要不然就是化妆间了 OK就在这一边前方位置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整面式的这个落地玻璃窗户 那就看看我们的这个吉隆坡的景观啦 那么在这一边呢我们的这个衣橱的位置 然后我们的浴室呢就在这一边 耶也是很豪华 那在这个主人浴室里面呢我们有浴缸有战浴室 还有就是这个黑色大理石这样子 所以整个浴室的感觉来说呢就非常的高贵豪华 OK那我现在为这个项目的亮点做一个总结 首先第一就是地点优越 非常的优越 因为呢周边都是高档的生活试试 除了商场还有地铁等等呢就非常的这个方便 然后第二永久产权 永久产权呢在这个吉隆坡KLCC市中心 所以非常的难得 然后第三有包租服务 因为呢我有很多客户都有问说 就是我本身是在国外的我想要投资 可是又不能去管理这样子 所以这个包租服务呢也就方便了所有的业主们 然后呢第四就是有这个经验丰富的酒店经营团队去经营的 那么再来第五就是这个特点性 对了当我们说到投资呢我们的项目就是千变一律嘛对不对 可是呢当你的这一个洞楼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带有这个私人泳池的酒店套房 而且在市中心呢这个是一个难得一见的这个酒店品牌公寓 那它就自然有它的这个吸引力了 就是因为这个特色我们可以预见就是有这个高租金回报 再加上我们所有的单位都包括了这个以五星级酒店作为标准的这个金装修 所以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相信这个项目呢就将成为我们吉隆坡最具特色的热门酒店之一 说到这一类型的私人泳池酒店呢除了我们自家的Lexis Hotel Group之外 我们还有的就是Westin Langawi,Dartai Langawi,Andaman Langawi,Banjalan Hot Spin等等 刚刚以上所说的呢就是平均每晚都要马币2000或以上的 而Lexis Beneng的话呢就是马币500以上 而在Lexis Hibiscus那个大红花就是马币800以上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泥木以待以后将来这里的租金是多少了 而如果今天我们想要投资在这里的话呢 马币200万就可以拥有了 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它的租金回报到底可以有多少 欢迎联络我的这个电话号码我会仔细的给大家算一算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来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 啊对了我要补充一下 这个项目即将于明年2024就可以建好了 那如果你是在寻找这个即将建好的这个投资项目的话 不要错过这一个 那还有就是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一集见了拜拜